一项针对学生体能的研究显示 香港学生的体能不如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学生 在香港年龄建于6到19岁的学生当中 就有27%面对肥胖问题 由香港大学和学校体能奖励计划联手进行的研究 分析了来自170多间学校 大约10万名香港学生的体能记录 发现女生身体的平均可伸展度 不如新加坡和中国大陆 而男生的手握力度也不如中国大陆和欧洲的学生 一些孩子表示自己忙于学业 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锻炼身体 有中学校长认为 许多学校过于重视课业 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体能训练 使他们的肌肉力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 为了鼓励学生多运动 研究机构设立网上平台 让家长和老师监督学生的体能情况